17. 文匯 中美英攜手維護和平 2015年9月4日中國新聞A19香港文匯報信據《忠新社》報導 今日美國當地時間三日發表中國駐美大事 《崔天海的處名》文章中美攜手維護和平 他在文中說 中美英超越分歧 致力於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和基本框架 堅決反對否定和挑戰異戰成果的行為 崔天海在文中表示 9月3日 北京舉行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 我們紀念的不僅是犧牲的先利 患有正義戰勝邪惡的光榮 這份光榮屬於中國 也屬於美國和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中美兩國並肩奮戰的歷史 也同樣感謝美國為支援中國抗戰作出的貢獻 美國朋友 包括飛虎隊的老兵 仍要參加了紀念活動 他說 1945年的勝利奠定了當今國際秩序的基礎 二戰結束以來 儘管世界經歷了冷戰和許多地區衝突 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始終強勁 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機制發揮了愈來愈大的作用 當今世界爭取在新的變革中 全球化使得各國聯係更加緊密 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加值助不斷增強的實力 正在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同時 世界迎面臨行 之二 氣候變化 金融動蕩 極端貧困 自然災害等挑戰 需要更好地協調應對 國際秩序在保持穩定的基礎上也要適應變化 應通過包容性的對話進行漸進改革和調整 崔天海表示 變革經常會帶來焦慮 有一些人懷疑中國正試圖挑戰現行國際秩序和美國的領導地位 他們認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美之間的衝突 甚至戰爭 事實並非如此 中國通過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改革 擴大開放 獲得了巨大發展 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 挑戰國際秩序並不符合自身利益 中方長已成立下州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是為了對世界銀行和其他地區發展機制形成補充 而非挑戰 中方歡迎美國的參與 堅決反對否定二戰成果的行為 他強調 中美有很多不同和差異 但這不影響雙方共同的國際責任 也不妨礙雙方各領域的合作 中美應超越分歧 致力於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和基本框架 堅決反對否定和挑戰二戰成果的行為 同時 兩國應發揮各自優勢 探索加強合作 推進全球治理的新途徑 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埃博拉疫情等方面的合作已取得了顯著成果 崔天海最後說 本月下旬 習近平主席將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兩國元首將有機會就國際秩序等問題進行深入交流 正如兩國在七十年前所做的那樣 中美應和國際社會其他夥伴一道 繼續致力於維護完善國際秩序 中文字幕 李宗盛